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一本 这个一样是Site One里面的其中一本书叫做Water 那这本的话跟Inside the Body这本比起来 我觉得相对就比较好戴好上手 而且因为这个东西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真的是息息相关嘛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啰 Water你看你如果今天去 我不知道这么小的小朋友有没有机会 现在疫情时间时刻可能比较难 就是如果去夜市啊买鱼啊 是不是也要用水把它装着它才能活着回来啊 虽然他们也有可能在隔天就死掉了啦 This is the earth's three quarters of its surface is covered with water 那你看哦他就是用这个换灯片的设计 然后他就是上面本来覆盖着水呢 有三分之一的面积都覆盖着水哦 那我们看看拿掉水之后的地球长什么样子呢 Without water All the earth would be a desert 整个地球如果没有水的话 是不是就变成一片沙漠了 然后这里他说 好啦我还是讲中文比较快好不好 还是你们要听一下点读笔啦 这个是水滚的时候的声音 然后他介绍完这三种形态之后 3 different states 他介绍完这三种形态之后 他就会告诉说 他这边就会问你说 Can you find liquid water ice and water vapor in this picture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刚刚 就是教过这三种形态 让小朋友就是找一找说 你可以帮我找找看哪里有冰吗 哪里有水呢 还有蒸汽在哪里 这样 这其实我觉得蛮简单的 然后这边他就是介绍说 当太阳把那个水灶 温度上升之后 他是不是就会蒸发 然后来到天空上会变成云 那water in the clouds falls down again as rain 他上去之后 到这他怎么再下来呢 其实这边就可以讲一个 好像 雨滴 应该说水的旅行之类的 应该其实这样的主题 很多刊物都有讲过 所以这个我们也不陌生 我们就可以自导自言 就稍微介绍一下 好 那就可以讲说 他雨水是怎么样啊 透过太阳的照射 他就变成云 然后变成云之后 最后他又怎么下来 那在这个画面里面 算他的蚊子是两段 那 但是他 点一些东西是有声音的 有海的声音跟 然后 sea fishing boat lighthouse sun cloud 就我觉得他的音效 是算是恰到好处 不会说 多到分散你的住屋里 但是你想点什么 这个画面里面有的东西 基本上都有介绍到 好 那我们看看翻过来是什么样子呢 在比较高的地方 很冷很冷的地方 好像不是用下雨的方式 让小水滴掉下来哦 这时候会会怎么样 哇 下雨咯 不是啦 下雪咯 下雪咯 我其实好像之前有听到 群组里面有 社群里面有妈妈说 带很小的小朋友去 追学吗 哎 还是还 好像不是在我们社群啊 那时候更早 应该是在别的社群 如果是已经有经验的小朋友 他们也许就可以 比较对这些东西有理解 然后这边他就开始 在讲解说 他是怎么样 这应该是冰山吧 我们用去查个这个字 这是不是 冰山的意思 然后就 瀑布啊 怎么样啊 到最后他会变成河流啊 有没有 融冰融水 然后你看 我觉得这画面很漂亮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 River Train 好 这边就没有了 然后再来他就会讲说 有些人他在房子里 可能他们是没有水 没有那个水管线的 那他们要怎么取水呢 可能有水井啦 有Pump啦 然后有 这应该是喷泉啦 那这个 我不太确定这是什么 因为我昨天看那个消防 Firefighting那一本 他里面是Fire Hydrant 是那个消防栓 那看起来不太像消防栓 反正就是应该取水的一个固定的地方 然后这里 Modern house have running water We all live in modern house 他应该只是比较近代现代的房子 但是你只要这样形容很像是 哇我们都住在摩登的房子里面呢 哦 我看一下 他那个 幻灯片也都是可以点读的 house house 好吧就是这个house Bathr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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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ter heater Water heater Kitchen Toilet Washing machine 好 Modern house have running water Clean water is carried round the house in pipes 其实我看到这个 我就立刻 Clean water is carried round the house in pipes It gushes out of the taps When you turn them on Dirty water flows away from the house Through other pipes 我看到这个我就立刻想到那个 Maisie 这本里面不是有一个水龙头吗 就说你看就是因为有这个水龙头 我们才有水可以用啊 然后其实你也可以带小朋友去厨房啊 然后就去厕所 这个 如果不想要弄脏就是用这个 如果不怕的话就是有空的时候就带小朋友直接去水龙头 试一下就知道啦对不对 然后像比如说我们家 我们家这边因为比较乡下 所以像我们家外面就是农田旁边不是都会有大排水沟 所以我们是可以到家门外面会看到有一个地方是就是脏水 是从 屋子里面流出来然后排进去那个排水沟里面的 所以我这一段我就可以带着他时机去看说 这个水是怎么出来 我们用完之后我们再赶快跑到外面 你看脏水从那流出来了 然后他会再流去一个地方 把它弄单净处理处理喔 之类的 然后这里 他就开始在讲一些水塔 水坝 那像这个的话其实新闻应该也都找得到或是搭配一些 水库的 影片 其实这个应该也对小朋友来讲都不会是太陌生 像之前前阵子我们就是 那时候不是台湾很缺水 然后我们去家里附近 有一个叫阿公店水库的地方 那时候真的水都 搭搭就是 真的没有什么水然后我就跟小 跟我们家老大因为他本来很喜欢泡澡 就说你看都没有水了 你在这样子的话浪费水真的没有水可以用 连洗澡都没办法 然后他就真的也看到没有水 所以他就是之后就有比较节省水资源 这边其实还可以搭配就是那种 回收再利用节省能源 节省水资源 可以搭配这样子的观念 最简单就是说那我们水龙头用完一定要看那个水有没有观景啊 这样子 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他可能 一个不小心水会没有观好 再来 In order to grow Plants need water 像这边的话就是开始在讲说 就是种植 一些稻作的话会也需要水去灌溉 那像这个的话对我们家来说也很简单 因为前阵子我不是才一直 天天带着孩子去看水稻的成长 然后 就是真的有些 田 我不太确定是施肥的关系 还是因为他们原本土地 肥沃度的关系啦 就有些田的那个水稻会长得比较大 有些长得比较小 那我就会都会说你看这个水稻喝很多水喔 喝很多水啊可以长很大 那你有没有认真吃饭饭啊 我是用这样跟他讲 但是他就会知道说 作物要喝水 甚至我们经过那个比较干枯的稻田的时候 我们家老大就说 我是消防员 我要喷水 我要让他们都有水可以喝喔 这样子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要跟水结合 应该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再来 We need water to put out fires 是不是应该用点毒的啦 这样你们才能知道点毒效果 Fire extinguisher The water in this fire extinguisher will gush out when you turn it on 你看这个飞机靠海靠得那么近 他在做什么啊 哇他是要装水耶 那他要装那么多水做什么啊 他装好多好多的水 要去 喵 他要去把这个森林里面的大火都把它浇洗 要装很多很多的水才有办法喔 如果一趟不够 那我们就再装第二趟好吗 你这边其实就可以反复来回装水 反复完了吧 然后再来他就开始讲说 那有哪些运动是跟水有关的呢 像是这个rolling 然后这首我可能就唱 r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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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boat gently down the stream 然后就可以玩一下那个划船的游戏 然后这个sailing sailing他可能 其实像有时候那种字 我觉得不是那么好 也不是说不是那么好解释 只要我想得到有歌曲的 我都会唱歌 像这我就会想到那个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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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balloon I'm so high I can touch the moon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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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ling with the clouds look at me I'm so high I can fly I know how 好其实我就是想唱歌 就是明明只有一个字 我硬要把一整段唱完 当然 反正我们家老大师比较吃这一套啦 然后这有游泳啊 这个rafting 我忘记这种叫什么 有滑 滑是那种什么小艇啊这样 skiing ice hockey and ice hockey and skiing snow and ice are water too 再来然后就讲说 不管是最大的哺乳 在海里生活的哺乳动物 有没有这个 蓝金 whales 或者是很小很小 你居然在一滴水里面 可以找到非常多的 微生物 and so do microorganisms microorganisms 然后他就是会介绍说 其实这些都是跟水有相关的东西 那我不是有讲到说 他其实每一本最后都会有一个小游戏嘛 像这本最后他的小游戏就是在讲说 你其实可以透过你用水加上一点点的 就是 洗洁机嘛 肥皂这种之类的 你就可以吹泡泡了 那这个一定小朋友都超级爱 我应该没有看过不爱吹泡泡的小朋友 顶多是没有接触过刚开始接触 或是第一次催的小朋友可能会 年纪比较小可能有一点点害怕 有些孩子 但大部分应该都是会去追泡泡 或是很喜欢吹泡泡 所以他的游戏并不是一定固定形式 说一定要你找什么东西 或一定要你做什么 他就是最后一个单元都会是一个 跟这个主题有相关的 让孩子可以玩的小游戏 那像这个到这边 小朋友一定就很期待 说好那我也要吹泡泡 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